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英文文学欣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蒋小珍 我目前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英语系教书 欢迎收看今天英文文学欣赏第11次的播出 我们上礼拜介绍了James Cooper跟他的一本很有名的作品 叫最后的墨西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今天要介绍Thore 梭罗以及他的散文名著叫Warden 胡滨散记 首先介绍跟我一块主持节目的王安琪教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王安琪东吴大学英文系教授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胡滨散记这么优美的散文 我和蒋老师都非常喜欢 里面有很多的句子我们都百读不厌 是的 我非常喜欢今天要介绍的美国作家 叫Thore 梭罗 我记得中学时候国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会推荐我们 去读这本胡滨散记 安琪 你们呢 有啊 对中学的时候我们读的是中文译本 那大学的时候进了外文系就要读英文的原文 那如果能够在中英对照这样阅读的话 会同时增进中英文的能力 当然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好的精致的译本 那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我在这里特别推荐各位同学 那个国科会的西洋经典艺术计划 他有推出很多书 他委托联金公司出版的各种译本 过去十年来已经出版了六十多本 其中有三十多本都是外文文学领域的 那每一本都是大学教授多年的心血结晶 再加上角筑 导读 参考书目等 譬如说 善德兴教授的格力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彭敬席老师的Hamlet 那庄坤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 还有我自己的马克吐文赫克历险记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等等 那我们英文文学欣赏课程 里面都有谈到很多这些作品 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湖滨散记》 善德兴教授正在益著这本书 那请敬请大家拭目以待 这本《慢工出细活》 好 我想Thoro给人的感觉就是 它很实际 很踏实 有一句说一句 绝对不是什么花言巧语啦 或者是卖弄文字技巧的作家 他写的文句每一句都是发字肺腑 所以句子是精简 却蕴含着意味很深远 那可以说是金玉良言 对 对极了 我自己在教大四学生 美国文学的时候 他们要毕业时 我给他们的临别证言 就是《湖滨散记》里面的一句话 Things do not change We change 这句话让我们联想到 中国一个治理名言叫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改变别人很困难 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还比较简单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Thoreau这个人 他出生在麻州的康刚 Concord Massachusetts 是地方上的这个才子 哈佛大学毕业以后 他到一所私立学校教书 因为拒绝体罚学生而辞职 那回家就协助父亲这个事业 他制造铅笔 又因为影响肺部健康而放弃 从而担任了土地的丈量员的工作 并且专事写作 因为被雇佣丈量土地 而踏遍家园周遭的地区 上至景观 下至地理 他的作品中处处可以见 他的由衷的关怀 生于丝 长于丝的这片土地 那么体验自然界 万物井然有序的和谐 在1840年到44年间 Thoreau他为Nadile 这叫日归记刊撰稿 那么Emerson担任记刊的主编 因为赏识他的才华 就要他住在自己的家里十多年 在Emerson出门去寻回演讲的时候 就帮忙处理家务 以及零碎的工作 其实两人相差14岁 这一段亦诗亦友 忘年之交 那么相知相习的情谊 成为了文坛的佳话 Emerson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他很擅长演说 那是一位典型的理论家 而Thoreau是一位实践家 他的演说技巧不如Emerson 所以他的演讲不是很受欢迎 他曾经直言说 观众要听的都是一些别搅货 他又说 观众是到讲堂里来吃堂的 他不给他们堂吃 因为他总是批评他们的缺点 单刀直入切入重点 很不给面子 甚至于常常批评他的邻居 不苟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邻居们都认为他是孤僻高傲的才子 但是他的文笔非常的好 写出很多质地有声的文具 传颂古今 到现在为止 他的名声远远超过他的老师Emerson 对 在1845年 在Emerson的祖产的华尔登湖 Warden Pound湖畔 Thoreau亲手则建造了一间 10英尺宽 15英尺长的小木屋 全部花费才28块美金 而且选择是在美国国庆日 就是7月4日当天入住 那么这年他28岁 1847年9月6号 他离开了华尔登湖 回归文明 那么临终的实验性的生活 共计两年两个月又两天 1854年出版的散文集叫做 《湖滨散记》 War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就是他体验生命真谛的忠实记录 被誉为美国文学最伟大的散文作品 Thoreau有些思想观念 在当年非常的前卫 但是没有办法发挥 所谓的穆古城中的效应 到了20世纪 他才获得全面的肯定 Thoreau他给的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 而是严厉地批判世人 在《湖滨散记》当中 Thoreau真的很敢批评世人 他说他要像一只公鸡 唤醒大家沉睡的心灵 那因为大家都睡着了 大家都沉迷在物欲当中 在道德勇气上 在心灵改革上都睡着了 那谈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Thoreau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公鸡 Chanticleer 要唤醒沉睡的人们 他说 As I have said I do not propose To write an ode To dejection 如我所说 我并不打算歌颂沮丧 But to brag As lustily As chanticleer In the morning Standing on his roost If only To wake my neighbors up 而是想象黎明时 那只站在鸡窝上 洪亮提叫的公鸡 只是为了要唤醒我的灵人 Thoreau在《湖冰散记》 提出他个人独到的看法 那么呼吁大家要反省 要检讨 回头看看自己目前过的日子 是不是急急隐隐 浑浑噩噩 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我们以前说过 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有一个特质 就是要追求成功 Success 尤其是白手起家 Self-made success 那么美国当初立国的形象 就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乐土 凡是辛勤工作人 都会赚到钱 可是在19世纪 好像很多人都沉迷于 追求成功 累积财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知道Thoreau是 超越主义的实践者 我要请问安琪一下 超越主义对这种追求成功 累积财富这种现象 那有什么看法 那超越主义它主张 要超越五官经验 超越理性认知 超越传统的权威 超越宗教信仰的局限 那透过良知 良能 能够得到真理 那与上帝直接沟通 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那超越主义反对物质主义 抹杀人类的自然本能 那Emerson是倡导 超越主义的理论家 Thoreau则是具体实现 超越主义的理想的实现家 那超越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倡导的是 简单化的生活 A call for simple life 当时世人都在物质主义的世界中 迷失了自我 都做了金钱的奴隶 大家都在过于贪婪地 为自己累积财富 好像用金子 银子 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 打造金制银制的手铐脚链 他是这么说的 Golden and silver fetters 那这不像是做金钱的奴隶吗 那所谓超越 究竟要超越什么呢 在Thoreau看来 超越主义应该是要超越 物质主义的桎 回归简单的生活 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那么Thoreau他一再地抨击 现今人类心灵 都沉沦在物欲横流之中 大多数的人都默默地 过着沮丧的日子 他说 The mass of men lead the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那么大家拼命追求物质的满足 要求的不再只是生活之需 Necessaries of life 反而是要求生活 不需必备的东西 比如说要更多更富足的食物 更大更宽宏的豪宅 或者更多更华丽的衣服 那对金钱财富的过度追求 反而为自己铸造了 这个精致营造的这种枷锁 更不幸的是 在日常生活中 人是异于物 成为工具的工具 The tours of their tours 他再三呼吁放弃奢侈 生活要简化 简化 再简化 英文是 Simp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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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事实 我们的生命 大都浪费在鸡毛蒜皮的索碎事情上面 因此 Thore要求大家 简化生活的这种想法 非常有启发性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文字 Our life is flittered away by detail 我们的生命浪费在索碎的事物上 An honest man has hardly need to count more than his ten fingers or in extreme cases He may add his ten toes and love the rest 一个老实人 除了十指之外 便不必有更大的数字了 或者顶多再加上十个足指 就够计算总和了 Simp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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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y Let your affairs Be as two or three and not a hundred or a thousand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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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你的事 最好只有两三件 不要一百件 或一千件 Instead of a million Count half a dozen and keep your accounts on your thumbnail 更不必有一百万件 半打就够了 这样记在你的 大拇指的指甲上就好了 Simplify Simplify Instead of three meals a day If it be necessary Eat but one 简化 再简化 一天一餐就够了 不必吃三餐 Instead of a hundred dishes 5 And reduce other things in proportion 五道菜就够了 不必一百道菜 其他的事都照比例缩减 真的 生活尽量要简化 简幅 不要奢侈 浪费 那么下面有一段 是说明 Thoreau为什么到临终 去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ished to live deliberately and to find only the essential facts of life 我到临终 因为我希望能 慎重的生活 只面对生活的 基本事实 and see if I could not learn what it had to teach and not when I ca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看看我是否 学习到了 生活所要教导我的东西 以免在临终时 发觉我根本 白活了一生 I did not wish to live what was not life living is so dear nor did I wish to practice resignation unless it was quite necessary 我要过真正的生活 因活着 是件如此 宝贵的事 我也不愿意 随意放弃生活 除非是不得已 I want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to live so sturdily and spartan 我要深沉 认真的活 以便吸取 生活的精髓 要过着坚韧 如斯巴达式的生活 like as to put to route all that was not life and to cut a broad swath and shave clothes to drive life into a corner and reduce it to its lowest terms 以便摒弃一切 非生活必需的东西 不论用盛大排场 或惊险万分的方式 我要将生活 逼感至一个角落 并将它缩减成 最原始的基本形态 and if it proved to be mean why then to get the whole and genuine meanness of it publish its meanness to the world 如果发现生活本身 是卑贱的 那么将它完全卑俗的真相 公诸于世 or if it were sublime to know it by experience and to be able to give a true account of it in my next excursion 如果发现 它的本质是尊贵的 而我也亲身经历过 那么在我下次的旅游中 将给它一个真实的报道 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宣言 精准地宣告 它要认认真真地过日子 免得临死遗憾 生命是如此的宝贵 所以要好好的活 从简约的生活 体验生命的本质 它躺阳于山水林间 过着简约 朴素 反扑归真的隐居生活 为镇上和附近的邻居 做一些帐粮 木匠和杂工 以换取一些工资 购买生活的必需品 而且它相信它一年 只要工作六周 就足够一整年的开销 其他的时间 全部用来读书 那它只是在 Warden Pound的湖畔 尝试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融入大自然中 这种单纯的日子 可以使它肯定 肯定什么呢 借着离寻所居 和阅读沉思 人类的心灵可以进化 可以复苏 可以提升 那超越实证经验 借着这种亲近大自然 它可以发现 宇宙万物的奥秘 和运作的规律 A higher order of beings 随着简化生活 它可以有更多 内心深思的机会 如此一来 它说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will appear less complex 宇宙定律就不再 那么复杂 And solitude will not be solitude nor poverty, poverty nor weakness, weakness 估计也不再是估计 贫穷也不再是贫穷 软弱也不再是软弱 所以这个心灵复苏是超越主义的重要议题之一 Thurl在《湖冰散记》中反复说明这个主题 他认为Warden Pond 就是一个很深远 很沉浸的一个金银剔透的象征 他说 This pond was made deep and pure for symbol 它象征着一个人的灵魂 一个Soul Soul 在书中的描写时序是 先写夏天 在秋天 在冬天 在春天 湖水经过了夏秋之后 开始结冰 到了春天 则冰渐渐融化 跟着万物一起来则复苏 那么人成就的心灵 也像华尔登湖一样 要慢慢地解冻融化 最后复苏 而达到了超越的境界 那么在深深不息的宇宙中 万物生机流转不停 他说 There's nothing in organic 人的心灵 也要无止境地追求 更纯真的心灵 还有一个更高的自然律法 叫Higher law Thurl认为 要超越 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灵 我们这边先来休息一下 湖平伞记 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提升 那他说到他每天早上 就要去沐浴 要供奉太阳神 那么在讲这个心灵提升的时候 还提到了我们的 中国的一本古书 叫大学的Great Learning 那他这段话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清晨都是一项 令人愉悦的邀约 要我将生命变得与自然一样简朴 一样单纯 I have been as sincere a worshiper of Aurora as the Greeks 我像希腊人一样是树光女神的 虔诚敬拜者 I got up early and based in the pond that was a religious exercise and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hich I did 清晨早起 我在湖中沐浴 那是一项宗教仪式 是我所做的最好的事件之一 they say that characters were engraven on the bathing tub of king 成汤 to this effect 据说 商朝 成汤王的 御盆上 刻着这样的字句 renew thyself completely every day do it again and again and forever again I can understand that 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我可以了解它的含义 soro说 他每天早上起来 要在这华尔登 这么漂亮的湖水当中沐浴 那是一种宗教仪式 我们可以看出 soro这个隐退到森林中 他并不是厌世 也不是逃避现实 他只是看到世人 活得很沮丧 想找出一种提供 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 那么安琪 Wadden Pound很美 你去过没有 提到Wadden Pound 我就很得意 我曾经在一年之内 去过五六次 因为我就在Concord 旁边的小镇 Lexington住了一年 那一年我在国科会赞助之下 在哈佛大学研究 每一次有朋友来 我就带他们去那里朝圣 去看那个鼎鼎大名的Wadden Pound 去看Thorall 盖着那栋小房子的遗址 以及模拟原样 重新建造的新房子 这个小房子只有十英尺宽 十五英尺长 在这个小木屋里面 这么小的一个小木屋里面 他居然在里面住了两年 两个月零两天 那Thorall在湖畔 这样修身养性 参透真理 的确是一种超越 人家就问他说 你会不会觉得寂寞啊 他是这么回答的说 我爱独处 我觉得寂寞是我最好的友伴 我们测身人群中 也许比我们独处室内 更要觉得寂寞 A man thinking or working is always alone Let him be where he will 在思考或工作中的人 无论他在何处 总是孤单的 Solitude is not measured by the miles of space that intervene between a man and his fellows 估计的感觉 不是由人与其他人之间 所距离的英里数来衡量 The really diligent student in one of the crowded hive of Cambridge College is as solitary as a dervish in the desert 一位在拥挤的剑桥学院内 勤奋苦读的学生 与一位在沙漠中的托波森 是同样的寂寞 Thoro要我们认真过日子 不论是卑微 贫贱 不论是崇高 高贵 都要甘之若宜 那么生命其实很苦短 所以要珍惜人生 Thoro本人是阴才早逝 他才活了44岁 但是却留下了生命的精华 对 那我们中国人常说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幸福与否全部都是尽由心生 就像我们所说 如人饮水 能暖自知 Thoro有一句话非常有名 他说 吹毛求吃的人 在天堂里也会挑剔到瑕疵 The fault finder will find faults even in paradise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 有名的一段 However mean Your life is Meet it and leave it Do not shun it And call it hard names It is not so bad as you are 不管你的人生多么卑微 面对他活下去 不要闪躲逃避 也不要恶言相向 他没有比你坏到哪里去 It looks poorest when you are richest The fault finder will find faults Even in paradise 你最富有的时候 生活也可能是最贫瘠的时候 吹毛求吃的人 在天堂里也会挑剔到瑕疵 Love your life Poor as it is You may perhaps have some pleasant Thrilling Glorious hours Even in a poor house 不管多么贫穷 珍爱你的人生 即使身在祭贫院 你也会有快乐 刺激荣耀的时光 The setting sun is reflected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alms house as brightly as from the rich man's abode 夕阳西下 反映在祭贫院的窗户上 与反映在富贵人家的窗户上 是同样的灿烂 The snow melts before its door as early in the spring 冬季在祭贫院门前 与富人家门前 often to live the most independent lives of any 依我看来 镇上的穷人和他人相比 过的是最独立自主的日子 虽然Through 他选择离群所居 但他还是有知心朋友 所谓良情则木而息 君子则有而交 1846年 他住在华尔登湖畔的时间 他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政府 侵略墨西哥就拒绝纳税 因而被判入监一天 朋友得知 纷纷就筹款为他保释 但他拒绝好意 他执意要入入监服务行一页 这一页 牢狱经验促成 他写下著名的论文 叫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讨论个人与政府的关系 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政论文章 公民抗命 Civil Disobedience 另外他也为黑人争取人权 支持则黑奴解放政策 1854年公开发表著名的演说 叫做《麻州的奴隶制度》 Celebrate in Massachusetts 是啊 Sir Rowe不仅是文学家 他有一些政治理念 他不仅批评世人 更批评政府 他说最好的政府 就是什么事也不管的政府 The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not at all 那当时美国政府容许 虚奴又要攻打墨西哥 Sir Rowe反对虚奴制度 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所以他反对 它是一个不尊重人权的政府 不过他反抗的方式 倒不是拿枪拿刀 而是主张不合作主义 不跟政府合作 拒绝缴纳人头税 那这叫做Civil Disobedience 也称之为Passive Resistance 消极反抗 或是Non-violent Resistance 非暴力反抗 好 说了这个消极反抗 其实影响到像印度的甘地 还有这个马丁路的金恩博士 他们都为人权而奋斗 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下次我们要谈惠特曼 跟他的诗集 Leaves of Grass 《草叶集》 里面一个叫Song of Myself 自我之歌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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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